基督教信仰是何磊的信仰 大家好,我是大鸟 今天要跟大家来聊一聊约翰·加尔文 对许多人来说,加尔文 他的名字差不多就等同于日内瓦 虽然日内瓦现在是瑞士的一个部分 但是在16世纪却是一个非常小的独立城邦 不过加尔文他其实是法国人 在1509年的6月10日 他在法国的努瓦勇这个主教座坛城市出生 这个城市位于巴黎东北70英里 他的父亲负责本地主教辖区的财务行政 可以依靠主教的资助来确保供养他的儿子 在1520年代初的某一段时间 年轻的加尔文他就前往了巴黎大学去升学 加尔文在科迪埃手上奠定了 拉丁文语法的完整基础之后 就进入了孟塔古学院 加尔文在完成了严格的文科教育后 他就前往了奥尔良学习民事法律 那时可能是1528年 虽然加尔文的父亲原本期望他的儿子去研读神学 但是却显然改变了心意 加尔文后来提到他的父亲似乎明白到 研读法律通常都会让人变得富有 加尔文的父亲也可能失去了本地主教的资助 因为在努瓦远有财务上的争议 一般认为加尔文详细研读民事法律 让他得以掌握方法和观念 后来用于他改教家的事业当中 他在奥尔良学习了希腊文 大约在1529年加尔文移居到布尔日 受到了伟大的意大利法学家 阿凯奇的名望所吸引 大多数研究加尔文的学者 他们都认为说 加尔文极度清晰的表达方式 是受到了这个阿凯奇的影响 加尔文接触法兰西的法律人文主义 普遍被认为是对于塑造他的理解方式 以古典的文献应用在现今的处境当中 具有相当大的重要性 加尔文在完成法律课程之后 他很快就返回到努瓦勇 他的父亲患上重病 在1531年5月就过世 当时他已经被当地的主教座坛 教师团隔除了教级 加尔文不再有家庭的责任 他的母亲在他年幼的时候也已经过世 所以他就返回到巴黎继续他的学习 而且越来越同情当时在这个城市的宗教改革观念 然而大学和城市当局对于路德的观念 是非常有敌意的 1533年的11月2日 加尔文突然被迫要离开巴黎 巴黎大学校长科普 他其实发表了一篇大学演讲 公开去支持路德的阴性称义的教义 巴黎的议会立即就对付科普 科普的演讲副本出现在加尔文的手稿当中 也暗示着可能加尔文有份编写这篇演讲 不论如何 加尔文他就怕自己的安全受到威胁 所以他就逃离了巴黎 到了1534年 加尔文成为宗教改革运动的热心支持者 在以后的年间他定居在瑞士城市巴塞尔 不再受到法国的任何威胁 他善用自己被迫而有的这种闲暇的时间 他就出版了一本注定对宗教改革运动非常具有影响力的著作 就是基督教要义 这本书的出版在1536年的五月出版 他系统并且清晰的说明了基督教信仰的要点 作者非常的专注运用他余生一再去增定这本著作 本书的出版有六章 最后在1559年出版的最后版本呢 却有80章 他被管伐视为在宗教改革运动中出现的最伟大著作之一 加尔文在1536年初 他结束他在努瓦勇的失误之后 他决定要到斯特拉斯堡定居 来从事个人研究的生活 可惜的是 从努瓦勇前往斯特拉斯堡的直接通路 不再可以通行 原因就是因为法国的法兰西斯一世和皇帝查理五世之间 他们爆发战争 加尔文他就必须绕道经过日内瓦 日内瓦这座城市呢 他最近刚刚从这个萨弗伊临近领地中取得独立 日内瓦当时陷入到混乱的境况中 刚刚赶出了当地的主教 开始了一场在法国人威廉·菲特 还有威雷特之下极具争议的改革方案 他们听到加尔文是在这个城市当中 就要求他留下来协助宗教改革的事业 加尔文他勉为其难地答应了 他尝试为日内瓦教会提供教义 还有教规的坚固基础 但是他遭遇到强烈的反对 因为日内瓦人他们刚刚赶出了当地的主教 很多人都不想再强加给他们一套新的宗教法规 加尔文他试图改革日内瓦教会的教义和教条 就受到了一个相当有组织的反对力量所强烈的抗拒 在一连串的争论过后 事情在1538年的复活节得到了一个总结 加尔文他就被赶出这个城市 他逃亡到了斯塔拉斯堡 加尔文比预期慢了两年才到这个斯塔拉斯堡 他开始补回他失去了的时间 他很迅速的写了一系列重要的神学著作 他修订并且扩充了基督教要义 而且翻译了这个著作的第一个法文的版本 他在著名的《傅萨托雷多书》中 他就撰写了一篇论到宗教改革原则的主要辩词 萨托雷多主教曾经写信给日内瓦人 邀请他们重新投入罗马天主教的怀抱 加尔文在世经上的技巧也可以从他的 罗马书注释当中可以看到 加尔文作为这个城市说法语会中的牧者 也可以得到改革中牧者所要面对的实际难题的经验 加尔文通过他与斯塔拉斯堡改教家布塞的友谊 可以深入思考城市跟教会的关系 在1541年的9月,加尔文获邀重返日内瓦 当他不在的期间,宗教跟政治的情况已经恶化 这个城市邀请他回去,去重建城中的秩序和信心 这个时候,返回日内瓦的加尔文 他已经是一个有智慧和经验的青年人 他远比起三年之前更有能力去处理面前的重任 虽然加尔文他仍然跟城市当局不合超过十年之久 却是处于拥有权力的地位 最后,反对他的改革计划的力量逐渐消失 在他人生的最后十年内 他实际上对城中的宗教事务拥有决定权 当第二次在日内瓦期间 加尔文可以发展他的神学和日内瓦改革中教会的组织 他设立了宗教法庭 借此来加强教会的教规 而且创立了日内瓦学院训练改革中教会的牧者 这一段期间并不是没有争议 加尔文也卷入到了跟这个卡斯泰利欧的严重神学争论当中 涉及基督降在阴间的正确解释 以及雅各是不是属于正典的问题 他跟巴尔色克之间对于预定论的教义 也爆发了相当强烈和公然的辩论 卡斯泰利欧和巴尔色克最后都离开日内瓦 一场较为重要的争论也当然就是关于塞尔维特的 他被加尔文指控为异端 最后在1553年被判火刑烧死 虽然加尔文在这次事件中的角色 并非如某一些批评者所暗示的那么的显著 不过塞尔维特事件却不断损害了加尔文 作为一个基督徒领袖的名声 到了1564年的春天 加尔文他病入膏肓 2月6日的主日早上 他在圣皮埃尔讲堂做了最后一次讲道 到了4月 加尔文就无药可救了 他的呼吸困难一直气喘吁吁 1564年的5月27日黄昏8点钟 加尔文与世长辞 根据他的遗愿 他埋葬在一个公墓当中 没有立碑来记录他的埋葬之处 加尔文的神学一直引发了相当大的兴趣 尤其是他关于预定的观点 以及对于教会的教义 我们也会在之后的视频 跟大家更多谈论到这些话题 今天关于加尔文介绍 我们就讲到这里 下一期视频我们会谈论到 另外一个改教家慈韵里 如果你不想错过这些视频的话 欢迎点击订阅并且打开小铃铛 我们下期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